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五十三回合的暴力羊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跨幅爭霸賽 今天的賽程 我們昨天賽程的話就不去看他 我們從今天的賽程開始看 昨天的賽程的話是 七勝一敗 那我們就不去看他 基本上會比較好打一點 只要看第三輪 第三輪第一場的話 這一個對手 他的這個陣 這個其實讓我蠻訝異的 21萬21萬29萬 八神黑草跟瘋八 我的 我這個 白陣應該是先手輸掉 我以為 我忘記要抓包他結果先手輸掉 所以導致 可能導致怎樣整個輸啊 對啊對啊輸掉先手 我沒有注意 我以為先手贏 可是他一開始八神也沒有暴擊 竟然還是最後還是會輸欸 這讓我也蠻 訝異的 還暴擊欸 難道是他的瘋八有這麼外掛嗎 這讓我真的蠻訝異的 他變成是真的是輸在瘋八上面 可是目前血量來說 我們白爪都快 可以打兩隻了 但瘋八得一打 一打我們 那一個 羅拔跟 白魯欸 真的有點扯 對 這瘋八一打三 蠻扯的 這是六門瘋八 可是這樣白魯竟然還打不掉他 這讓我真的 有點無眼 只是他吸血率也太猛了 這吸血力好狂喔 對啊也還沒觸發到六門大招欸 只是這吸血也太誇張了吧 這吸血率太誇張了吧 他應該是裝沸騰吧 這個吸血率應該是沸騰的吸血率 超可怕的瘋八吸血 超可怕的瘋八吸血 想說這一場穩贏欸 前兩隻的話 還沒有說 很扯的 蠻扯的 好我們再看 第三輪 的 第二場 第三輪 第二場 對手的話是 一格 火舞跟白草 因為我的陣變過了 所以的話 我們就直接是看 這樣 可以瘋八跟一格 應該是直接 大招帶走 火舞的話 應該也有機會 直接一次帶走 也是可以可以直接帶走 兩百一十萬的輸出 兩百一十萬的輸出 攻擊 我現在等一下 我目前有電話來 所以我就先接著撥著放 可能就沒開語音了 那邊真的會花一千多塊 喂 沒借 你有FDR 有啊 我告訴你 喂 親台獎有什麼 親台獎有什麼 我又花了一千多塊在你這邊親台了 你沒有親台獎給我 你自己看天使記 看天使記 這次快打出來了 親台獎 你有看到 我打很久了 你有看到我審排了嗎 我不爽啊 我就要打你的啊 幹 親台獎拿一個我沒有的東西過來 快點 真的啊 快打到一千多塊兩千了吧 我要打到這次把你打完 OK 你想看看要什麼 親台獎 OK 你要來補貨的話 換給我了齁 沒我了 我要海賊的齁 笑不笑 你給我換啊 媽的還有這樣子的齁 你在到這後來講啊 我到這跟你講 我有什麼拍給你看也可以吧 好 剛才是因為電話的關係 我們就直接按接著看下一場 阿修這一場主要是 我比較怕酷拉的部分 所以我就直接下阿修重本 直接讓阿修一吃三 然後把兩隻 比較差的腳 把他用 這一回合就把比較差的兩隻腳 用掉 最重 最主要 今天的最重要 最經典賽事應該是第三輪 第四場 這一場的話我基本上覺得一定會輸 欸 因為四十萬的無界 他四十八萬的阿修 還有五十萬的 那白魯欸 主要是我的戰力 我這個戰力太懸殊了 我們來看 我第一隻是白狼特 三十五萬 第二隻禍技是三十六萬 然後第三隻爪八 是三十五萬 我每一隻都比他的所有戰力都還低 他都破四十萬的戰力 最重要他的白魯還是哪一個 五十萬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場我本來以為會輸欸 只是沒想到那一個 沒想到這一場會贏 這也讓我真的蠻意外的 我們就來看看這一場是怎麼贏的 基本上狼特完全毫無作用 就輸了欸 這一場贏的讓我覺得真的有點莫名其妙 該不會是 瘋狂的爪八吧 這爪八 假設真的是爪八的話 這真的是太瘋狂了 基本上 無間一人復活後應該會把 禍技給打掉 所以我覺得 那等於是爪八 一隻三隻 這有點扯 這這樣子真的有點扯 無界 無界竟然沒有那個復活後沒打 至少禍技 打掉無界 那等於是爪八一吃二 我想說無界復活後四十萬 蠻扯的 這樣禍技 竟然可以佔領 阿修等於算半廢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到底阿修回血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被解那一個 喔是直接帶走 可惜 因為他防禦也被扣半了 因為他防禦也被扣半了 這爪八的血量 我們等一下一個小技 很肯粗 這是五十萬的白魯喔 喔狂粗小技阿 爪八開掛啦 這真的讓人家以為是爪八開掛啦 沒復活嗎 有復活阿 這沒復活真的整個爪八就狂了 雖然這爪八這樣子也夠狂了 他腳有大的話 爪八個公主 來看 喔這時候沒有 他假如有大的話 喔暫時回合耶 爪八個公主 跟白盧戰的10回合 這場真的太經典了 這場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因為這場贏的關係是我們錄了64強 64強第一場的話對方離線 所以是蠻好打的 我們就直接來看吧 火舞應該就可以把 大地給帶掉 因為戰力差的 算懸殊啦 那個六門全開的火舞 基本上其實打防卡有優勢 但是限於打現在的 13隻左右的防卡 像 勉強不知道打六門的集思 不知道可不可以 有點硬啊 會打的有點硬 那大的喜怒 他竟然說 他的安娜大是誰呢 哎呦哎呦 火舞這個燒下去好痛喔 差點就可以直接帶走他 來個小技能吧 哎呦爆氣的關係 六 機率那麼低啊 我好像 對他有金色 所以趴率有提高 然後復活嗎 還真的復活 久違的聲控 好控的雷雪啊 等一下一會就死了 一格的小技能 收尾 好我們再看 六 三十二強 三十二強 這一場的話 對方是三十萬 二十三十一萬 然後二十九萬的 算是火隊的隊伍 然後我是直接 阿修衝頭啦 因為我這一個陣容 我這樣子在打死 因為我 主要是防下一位 因為下一位 對我來說 比較 強大 所以 本來很猶豫 要不要 上那一個 很猶豫要不要上那一個 阿修的 我覺得阿修差點被 暴擊帶走 阿修 阿修沒有到 一打二喔 其實阿修沒有到一打二 其實 就 以為這樣其實 就不一定會贏 其實 沒想到最後還是贏 所以表示我瘋八 也是蠻給力的 大招控到 小技能有出 非常好 我們再來看 第十六強 十六強這一場的話 我沒辦法 我只能先這樣子打 結果 最後我竟然還是輸了 因為他的戰力有蠻高的 阿修 然後白盧跟爪 跟那個爪八 其實戰力很高 其實這場的話 輸 我也認了 剛好第一隻 這樣子打 我以為阿修 那個爪八 會給我力 結果我沒給力 阿 真的 挺不錯 很厲害 遅一 他想說應該有機會可以贏的 雖然阿修最後是把那一個貨技打死半廢掉 這邊其實我就跳過了 其實我就沒看了 所以基本其實正常爪巴是可以抓掉 那一個正常直接抓掉這個阿修的 只是白盧部分竟然沒有抓掉 如果有抓掉的話可能就是對方的爪巴 也開掛啦 畢竟剛才我的爪巴 他在第三輪的第四場已經開掛的非常的狂了 畢竟掛不是天天開的 還附我爪巴的大招都已經那麼多 那一個都 剛才第四場也是大招都抓掉了 白盧竟然都沒有讓對方沒復活 這個應該會導致爪巴致死 對 所以爪巴沒有撐住 爪巴有撐住的話其實就有機會 因為狼特的小技能頂多只是讓爪巴不會回復而已 所以 暈的話其實對爪巴沒什麼用 就是拚爆擊 這血量就被大招直接抓死 小可惜阿 爪巴在打白盧的部分 運氣差了些 所以今天我們的名次就只於11名 不然的話應該可以錄到第一次錄到 這個 8強的 等一下 一樣有電話 可能我就繼續播決賽 決賽播完就 結束 喂 阿你何來補嗎 你何來補嗎 你的慶台咧 你待機點我過來 喂 好好好 等一下他拿給你過來就對了 待機點我過來 你要的話我等你 我就不走了 我在那邊看一下也OK 你拍你那邊現在拍給我看好了 你在家裡不是嗎 你拍給我看好了 OKOK 好 拜拜 我們今天在錄影片時這麼多電話呢 因為已經錄到了有點久 所以 講說再重錄有點麻煩 我們就來看一下決賽 我蠻牛大今天那個 跨服爭霸的冠軍 哇這暴擊其實沒有很痛 才80萬 這戰力應該有點小落差 沒有小技能夠痛啊 結果大招比小技能 小技能比大招還痛 白盧應該打不太贏瘋娜 但是蠻牛大的白盧 有高達50幾萬的戰力 對方的瘋娜是沒有看 所以其實蠻牛大的白盧 應該還是有機會可以打贏瘋娜 因為戰力懸殊 的話 是OK的 大招一下就半桶去了 但是蛇魂畢竟比較 回怒比較快 加上 瘋娜又有回血 然後切割又帶扣形 就看真寧的 看真寧會不會外掛呢 看真寧 六門真寧 五萬六門真寧 還是痛的 好 那我們今天 跨幅爭霸 冠軍就是蠻牛大 我們今天是 11名的成績作收 那我們今天跨幅爭霸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